开着武林去流浪 昨天晚上露营在高速桥下面 原本以为这里会很吵 结果还可以 高速上十天以后就基本没有车在跑了 跑高速的也需要休息 现在是早上五点 我答应一位粉丝姐姐去她的家乡去记录一下 所以还要赶赶路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吉林省 通话市 通话县 早点走 早点出发 天气暴说多云 我感觉这天有点阴天 早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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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边有卖豆浆的 豆浆来 豆腐脑 麻花 油条 能赏麻吗 来点什么 来一根麻花 来一根油条 油条不能用根儿卖 那麻花用根儿卖 麻花 油条 豆浆来 豆腐脑 麻花 油条 豆浆来多头 咋卖啊 那来一根就行 好嘞 然后这个2块5 一共6块5 豆浆来 那个12 豆浆来 豆腐脑 麻花 油条 豆浆来 豆腐脑 麻花 油条 豆浆来 豆腐脑 麻花 豆浆来 豆腐脑 尼其他 还咕噜一根 我得尝尝出来 豆腐脑 麻花 油条 豆浆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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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脑 麻花 油条 豆腐脑 麻花 油条 麻花 油条 我今天太出息了 6点就把早餐给吃完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停的这个位置正好有个商店 我去买一箱矿泉水 老板 老板给我拿箱矿泉水 哪个是便宜的 这个哈 微信收款7元 继续出发 看看我在路边又发现了什么 婴鹅不吃 大叔这酒这盒子咋卖呀 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呀 哦 来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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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四个吧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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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钱一个的韭菜盒子 比不比我自己烙方便多了 我自己烙一块钱一个也下不来 而且还费事 放在我的小锅里吧 这下搞定了 这路边都可以吃饱 太好了 城池豆腐脑麻花 倒馅饼 一共10块零五毫 10块零五毫 你别经过学校路段 你要考虎啊 不然我就送你了 10块零五毫吃了两顿饭 现在中午饭也有了 然后找个地方补补救去 因为今天早上五点起来的 我怕下雨啊 再加上杠杆路 是不是 我就起来的走了 现在这玉米都流行带皮卖了吗 这个带皮卖也给不了多少钱一斤 看这大挂车都是来收带皮玉米的 带皮玉米 现在的玉米 不是吃着也老了呀 我估计它也是卖撕料的 烤包米也老了呀 那胡子都黑了 高德提示我 起太着了 影响安全驾驶 给我推荐了 路边上一个休息区 看看什么呀 高德怕我太累了 你 该休息 请谨慎驾驶 因为 你今天起地太早了 哈哈哈 这是我自己挖平的语言包 这边有小车位置吗 好好好 就这儿 先让我看到 《因为我们来温度的愿意》 我们本来记得的 一趟 不过 这个位置,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手机信号也比较好 晚上在这个位置上给大家直播 是不是还漂亮 但是我说不好现在的这个位置 是吉林还是辽宁 导航显示吧,定位是吉林通话室 天区预报已经显示 辅顺新兵满足自治线 给我也整蒙圈了 我把背铺上,先午睡一会 睡醒了再陪你们玩 只能在路边上睡觉的人 都是神人 不困鸡雅在这都睡不着 是早上七点买的馅饼 不知道能不能会,应该没事 馅饼再配上一个大圆葱 还得配一个老妈盆 大圆葱 大圆葱时间越长又好吃 有个朋友说都带出来俩月了吧 俩月差不多了 那个白圆葱和那个紫圆葱 不是一个味儿 还行,蟹饼没坏 但是这韭菜已经软啪啪的 我接下来的路线应该是 走本溪,灯塔,寮中,黑山,然后回台安 因为我答应孙子姐姐去她家乡记录一下 正好离我回家还找着呢 我会打开 然后我看就知道 谢谢观看